问你个问题,咱所在的宇宙起源是啥?你可能会想到 停停停停,就是它,一次大爆炸 好了好了,别对视频发懵了,下面我给你具体讲讲天体和宇宙 1929年,美国天文学家哈勃提出了哈勃关系式 其中V是星系退行的速度,H是比例系数,R是星系与地球的距离 根据这个式子,和地球距离越远的星系,离地球而去的速度就越大 这就意味着整个宇宙在不断的膨胀,很像一场大爆炸后的结果 所以我们向前追溯,就能确认宇宙起源于一场大爆炸,距禁约150亿到200亿年 根据这个理论推算,大爆炸发生后约10的-44次方秒 温度维持着32次方开时,产生了夸克、氢子、胶子等粒子 然后在爆炸后约10的-6次方秒时,温度下降到10的13次方开 此时夸克构成了质子和中子等强子,让宇宙迎来了强子时代 随着夸克越来越少,自由的光子、中微子和电子主宰着氢子时代 之后是合合成的时代,那时形成了宇宙中大部分的氦 直到温度下降到3000开并继续冷却时 质子、电子、原子与光子分离,逐步形成了恒星和星系 然后,然后,然后才有了关于地球的故事 了解了宇宙的起源,咱再说说头领的太阳 你已经学过,太阳是恒星,内部的氢不断聚变成氦 这个过程还能持续50亿年 等咱们的子子孙孙的,子子孙孙的,子子孙孙活到了那一天 太阳会变成啥呢? 告诉你,随着氢元素转变为氦元素,和反应逐渐减弱 在引力作用下,太阳会逐渐收缩 同时导致温度升得更高 如果一定要加一个限制,我会说一亿开 此时会引发氦聚变,生成碳原子核 然后星体继续收缩,根本停不下来 直到反应生成铁元素 铁是很稳定的,此时聚变反应就停止了 那恒星最终变成啥了呢? 用太阳做比较 如果质量小于太阳质量的1.4倍,那就是白矮星 它体积不大,但密度巨大 如果质量是太阳的1.4到2倍,密度就更恐怖 星体内强大的压力能把原子压碎 把电子压进质子,使整个恒星由中子组成 所以叫中子星 但如果恒星的质量比上面的都大 还有可能形成黑洞 它的引力大到连光都无法逃离 好了,关于天体和宇宙的内容就介绍到这里 你只要记住,在一切的一切 都起源于一次大包大就行了 感谢观看